大家好,我现在出来找牛来了 今天牛放到这个下边来,大地里让它吃草来了 然后现在快要黑天了,然后回来往回,尽管尽管牛 然后到这个河边一瞅,这家河里边,大河里边躺成冰穴子了 这大冰牌跑的,咱们来看看啊,特别壮观的 看大冰牌跑的,一夜之间开始封冰了 昨天还没有冰呢,昨天底下都没有冰呢,昨天我放牛来,还没看到有冰呢 昨晚上气温挺低,挺冷,然后上游还有比我们这更冷的地方 然后开始结冰了,结冰就开始往下躺了,躺着大冰牌了就 漂亮漂亮,朋友们 这是一个河叉子啊,咱煮江了咱还没去呢 因为我放牛这个地方就在这个河叉子边上 下上雪了 现在把这个牛给它赶回家去,赶紧的 马上也快黑天了 下白了个 白茫茫的一大片的 现在外面开始下上雪了,这一会儿你看地下全都下白了 咱们上这个大地里来找找牛了,把牛赶回去给它,赶回眷里去 现在溜一圈,找一找 好了朋友们,现在给它赶回眷里来了,我的六头牛 都回眷了 外面还下着雪呢,现在还下着雪呢 这一下大雪以后 这个牛除去在地里捡,再捡吃的就费劲了 因为雪都盖起来了,把那个豆皮了 或者是豆干啥的都给盖上了 牛在找吃的就不好找了 但是咱们也每天给它放出去也得 让它出去溜达溜达 也是好的,回来不行 它吃不饱的话,回来再给它添点料吧 再给它喂点料 就完事了 好了朋友们,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谢谢朋友们的一路支持 感谢你们的观看,咱们下期见 朋友们,再见再见